歹器官 有没有违反中华民国的法律 背弃了医疗的能力 我想我们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都是台大医院的病人 台大医院在医界是害人 很多人都在那边看病 如果是几粒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的话 台大医院 你没有不出来讲清楚的理由 台大医院 必须得跟所有的病人 做一个清楚的说明 也就是交代 卫生福利部 主管全国医疗相关的事情 也必须得尽快查明 我想要请教一下 柯文哲市长候选人 不要用抹黑 这样子两个字眼 就把他带过来 我想请问柯文哲市长候选人 你对柯文哲教授 所写的论文 有什么看法 柯文哲教授 在2000年的 临床移植国际期刊中 不符合脑死的标准 对不符合脑死标准的病患 施打了甘肃 施打了甘肃及 分拖拉敏这两种药剂 让病患心跳停止 这样做符合中华民国的法令吗 这样子做 对一个医师的道德 符合一个医师的道德标准吗 柯文哲教授 在2008年 另外一篇paper 就澄清医护管理杂志 上面写的这么样的一端 台大医院进行无心跳者器官捐赠的经验 从民国87年2月28日 至民国94年4月2日 台大医院总共执行26例 无心跳器官捐赠 共摘取52个肾脏和一个肝脏 共移植之用 移植结果良好 但因衍生法律试用问题 因此暂停执行 无心跳器官捐赠 请问柯文哲医师 柯文哲教授 你参与了多少例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不要用火黑或者说什么选举的奥部 你就可以不说清楚 不讲明白 台大医院真的是都是大家心目中最好的医院 台大医院你不讲清楚的话 到所有到台大医院去看病的病人 大家心里会七上八下哦 台大医院你必须得说清楚讲明白哦 我们第二篇以后的配本也是柯文哲跟另外一位所写的 是澄清医护管理杂志 出版的是2008年 2000年他写的配本里面 讲的是四个活体人的器官移植 2008年他的配本显得是26个26个无心跳的器官移植 柯文哲叫做台大医院你们真的不应该出来说清楚吗 好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问题 委员委员 就是说在你们提出这个质疑以后 今天有很多专业的医生 不是台大医生的都有提出质疑 第一个是广泛医院的外科副主任李绍龙 他又解释说委员你提到两种要一个叫做抗扩张血管用的 另外一个是抗瘾血用的 是要再做HBD的时候就是无心跳捐赠的时候 要维持他器官的良好程度 然后奇美睡眠科主任陈志经医师 他说会这样做的这些患者已经是没有治愈的希望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之前国泰的神经外科主任柯绍华 他就很生气 他就说苏委员如果不辞医师帮会理事长的话 麻烦你的问题就会解短一点 所以说我要直言说因为这些问题在国内 你是代表候选人还是代表你的媒体 麻烦尽快 所以说他们就直言说你们的贪毒跟现在医学的实务是有违背的吗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询问说爆料的这两位医师大老师 高之旅跟魏珍这两个人吗 第一个回答第二个问题 哪两位大佬我们不讲 社会自由公平 第二个我不管哪一个医生讲 或者哪一个有名的医生讲 我只想请问讲的这些人 你能够违背中华民国的法令吗 第二个你能够背弃医疗伦理吗 请这几位提出有不同意见的医生 麻烦你回答这两个问题 你能够违反中华民国的法令吗 你能够背弃医疗伦理吗 接着各位 请问那个为什么不找台大医院院长过他们的人员来参与这个计程会 我不愿意让我找他们来好像给他们压力 我觉得台大医院应该自己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今天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 台大医院你不能做无辜的第三人 我今天不找来他们来的 我也找他们来 到时候又有人讲说我们是不是给他们压力 好吗 另外廖委员我都指说他刚才有14个人可能是还没有判定老师 那您既然有这疑问 为什么不直接去问科技他们通过台大医院呢 我来回吗 我来回来讲 现在不是就在问了吗 好不好 现在我们各位来采访的都是媒体 你们手上的是有公共的资源 透过各位 科文者就应该要听到 他就应该要回答 好不好 各位没有问题 我觉得非常 我的意思是说 照说在开机社会之前 应该先询问过他呢 为什么要透过公众的方式来问呢 这个是他写的paper 写的paper在学术上 你对你所写的必须得负责 好不好 好没有问题 谢谢 可以问那个廖委员吗 就是说那个外班的外车主任 他有 他那一篇文章 李笑容 他就质疑说委员身为一个医师嘛 那又是第一届医疗奉献奉的得主嘛 大家很明显的 那为什么你会相信一个国际任何的医疗企业 他会判断违反医疗伦理的文章 那这很违背查 对这也是我的疑问 这个跟医疗奉献讲没有关系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荣获 荣获他在医疗上有某种成就 但是他就是违法 他就是违法了 我们一再强调的 卸在中华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就是规范一定要脑死 那我刚刚为各位宣布的 都是没有经过这个程序 就是违反 然后是活人 然后用人为的方式 让他的心跳停止 这是违反的 我们一生之间救人 这个基本的医疗伦理 我们这样子 我们设身处地的小 如果那个被活体 栽除器官的是你的家人 你会怎么想 如果这是你个自己 你的家人会怎么想 我想不管什么问题 可以违反中华民国的法律吗 可以背弃医疗的伦理吗 谢谢各位